2022丹麦世界男女建立锦标赛 本届赛会台湾共派出8名男子 以及7名女子精英选手出国征战 而在第二天的赛程中 首先来看到40岁的谢宗廷 在男子66公斤级别 第一个深蹲项目 前两次分别挑战270以及282.5公斤 都顺利过关了他 第三次直接将重量夹到287.5公斤 全神贯注核心收紧 287.5公斤没有问题 在深蹲项目抢下铜牌 让谢宗廷都替自己感到相当振奋 接着他便沉着这股气势 在握推项目持续向自己的极限推进 第三次尝试的217.5公斤 肩胛内收核心紧绷 气缸后下放挑战成功 这是8名选手中最好的成绩 顺利夺下金牌 并且在最后一个硬举项目 谢宗廷依旧维持高档表现 前两次尝试280以及287.5公斤 都轻松过关 最后挑战295公斤 摒气凝成 完美展现他超越年龄 犹如超人般的力量 成功在硬举项目与银牌作收 虽然已经40岁了 但拥有26年国手资历的谢宗廷 这次赛会表现依旧锐不可挡 不但在深蹲 握推硬举三个项目中 分别夺下铜牌 金牌以及银牌 重量加总也夺下了66公斤 量集中的金牌 而且握推成绩 以及三项总和 都双双打破了长青世界纪录 相当神勇 至于57公斤级别的黄艳词 也传来捷报 分别在握推以及重量总和中 夺下金牌以及铜牌 加上最后上场吴宜恒 在74公斤组硬举项目中 挑战312.5公斤成功 跟上伙伴们的脚步笑纳金牌 也让台湾在第二天的比赛中 收获满满 单日进账四斤 华蹄台综合报道